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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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这个一字的话呢 有两种的摆放的方向 可以这样竖着摆放 也可以转过来横着摆放 那么我们大家规定一下要一字横着摆放 好 我们放在这一边横着摆放 那接下来第二种情况我们来看一看 这像一个什么图案呀 这个图案呢 跟刚才不一样 它不是一条直线了 它是一个拐弯 对不对 它是有这个拐弯的 那么这个拐弯呢 会有四种朝向放置 你可以放在这里 或者这里 或者这样 或者这样 所以说呢 我们要规定它的一个摆放的方向 那么它应该怎样摆放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要这样摆放 那么这种方法怎么去记忆呢 一个朝上 一个朝左 你这样子去记的话呢 可能并不是太好 到时候你可能会忘记了 所以呢 我们来通过一个联想 把这个摆放呢 把它记下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摩方的这一面呢 想象成一个什么 一个时钟 外面呢 有一个时钟 大家看看自己家里的一个时钟 你们都会认吗 现在是几点钟了呀 同学们想一想 对了 现在是九点钟了 对不对 拐弯九点钟 大家记住了吗 这个方向 我把它放好 第三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轮块啊 不要去看这个角块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轮块 只有一个黄色的中心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点其实你怎样去放置 对于这个魔方来说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对称的图案 所以第一种 一字横放 拐弯九点钟方向 点 任意的放置 摆放的方向我们就学会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操作 把这个十字架给架出来 对吗 那么在操作之前呢 我们要学习两个新的手法 在之前的话 我们已经学习了上下左右的转动方法 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来学习两个新的 那之前的话呢 我们转动的是这一面和这一面 这一次的话 我们要转动我们模方的这一面 也就是我们的前面 对不对呀 好 这个前面应该如何去转动呢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来学习一下 我们如果前面这样子顺着转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前 前面这样子转动叫做前 前的这个手法怎么去转呢 大家看好了啊 右手大拇指在下 左手大拇指在前 其实这个手法呀 就跟我们之前 在学习这个上的那个手法是一模一样的 好 拿出你的右手食指 放在这个格子上 我们往下压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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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一定要保持黄色中心朝上啊 我们每一步骤都是要保持黄色中心朝上 这个在一开始的课程当中就告诉大家 然后我们继续来啊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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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步骤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你一定要记住只有一根手指 也就是我们的右手食指在进行转动 对不对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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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左手大拇指一定是放在我们的中心点上的 好吗 再来一个啊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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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学完前之后呢 我们来学一个反着转 前面反过来 回过来 所以我们把它可以叫做回 对不对 那有些同学呢 可以把它叫做顺和逆 或者前和回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前就是顺 回就是逆 我们可以啊 就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回应该怎么去转呢 前是我们用右手食指去转 回的话呢 我们还是用右手的大拇指往上提 好 大家来试一下啊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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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左手大拇指还是放在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好 右手开始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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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不是 就完成了呢 好 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前和回的这个手法啊 前前前前前 前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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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回的话呢 啊 我们一定要把魔方这样子啊 握好 每个手指在它相应的位置 要不然我们魔方可能会 哎 这样子就错开了 就做不好了 对不对 前和回 大家一定要啊 记住啊 也可以呢把它叫做这个顺和逆 对不对啊 好 前 回 好 那么学完了这个前和回之后呢 我们怎样运用这个步骤来把这三种情况的十字架给还原呢 好 我们一种一种来解答 好 首先呢 是第一种 一字形 横放 它的公式呢 非常简单啊 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三种情况 每一种情况的第一步都是前 最后一步都是回 这样子大家呢就不容易记错了 好 第一步是前 前面的前转一下 然后就要运用到我们上一节课学习过的一个右手手法了 所以右手手法是不是非常重要呢 好 前之后我们来转一个右手手法啊 上 左 下 右 然后呢 最后一步是回 我们刚刚说过回 诶 这个十字架是不是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啊 一字横放 前 上 左 下 右 回 完成 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是怎么样啊 拐弯 拐弯的话呢 我们要放在九点钟方向 大家还记得吗 好 九点钟方向放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啊 它的方法呢 第一步还是前 但是这一次第二种情况 我们就要转两次的右手手法 上左下右啦 好 我们来试一下 上左下右 上左下右 两次右手手法之后 回 完成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再来试一次啊 拐弯 九点钟方向 然后是前 前 上左下右 上左下右 回 完成 第三种情况呢 是一个点 这个点呢 相对来说 会比较的 复杂一些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前两种情况的一个叠加 来还原第三种情况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大家来想一想 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 三是不是等于一加二呀 对不对 那么也可以等于二加一 对不对 我们呢 就可以来尝试一下 把第二种和第一种情况 把它结合起来 就变成了第三种情况了 首先呢 我们先做一个第二种情况的拐弯 是什么呢 前 上左下右 上左下右 回 做完第二种情况 它变成了一字形 我们再把它进行横放做公式 一定要记得哦 把这个横放的方向摆好 摆正确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再做一次第一种情况的方法 也就是 前上左下右 回 那么这个十字是不是完成了呢 我来给大家再复习一下 第一种情况 一字横放 前上左下右 回 第二种情况 拐弯九点钟方向 前上左下右 上左下右 回 第三种情况 一个点字的 我们就将第二种和第一种叠加起来 一定要记得摆放的方向是正确的 前和回的手法呢 大家也一定要熟练一下 好了 这一节课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顶层的十字 考验了大家这个判断情况 以及操作的这个能力 对不对 好 那么同样的话呢 我会有这个小任务来布置给大家 请你呢 完成一下这个顶层的十字 然后呢 拍了照片 上传给老师 好不好 让我来看看你们都会不会拼了呢 那么有可能的话 你们没有遇到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你遇到了直线 没有遇到拐弯和点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捣乱多练几遍啊 每一步骤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们练五遍啊 把魔方全部的捣乱 一二三四步 依次的还原啊 还原这一步的同时 也是对之前的一个步骤的一个复习和巩固 对不对呀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这一节课当初呢 我们将来学习第五步 也就是顶面的还原啊